大家好,我是云燕 今天和大家分享 自己在家里用烤箱做肉末烤茄子 这是烧烤摊上非常畅销的一道食品 自己在家里做也可以做出和烧烤摊一样的味道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准备三个长茄子 清洗干净 烤盘里铺上锡箔纸 把茄子放在烤盘里 茄子表面刷上油 用烤箱的200度烤20分钟 准备一块肥瘦香煎的肉 把肉先切成片再切成丝剁成末 这肉末剁好以后切一点葱姜蒜 锅烧热以后加入油 加入肉末炒香 把肉末打散 越微的把肥肉煎出油脂出来 放一点料酒盐锅边 淋下 加入切好的姜末和蒜末 姜末和蒜末炒香 加入一点生抽 一点点鸡精 最后放一点蚝油 它入末就炒好了 关火 这茄子烤了20分钟 也烤得差不多了 最好是拿一个锋利的刀片 把茄子撑开 在边上划几刀 把茄子划成这样 把前面炒好的肉末放到茄子里面 肉末全部放好以后 在上面再放上一层蒜蓉辣椒酱 如果没有蒜蓉辣椒酱的 你就多一点蒜末 多一点尖椒末放在上面 不喜欢吃辣的就不用放尖椒末 放一点蒜末就可以了 放好蒜蓉辣椒酱以后 再用烤箱的200度烤8分钟 这8分钟以后 这茄子就烤好了 上面再撒上一点葱花 均匀的撒上一点芝儿粉 增加烧烤味 再放烤箱烤1分钟 这1分钟以后 把芝然和香葱的香味都烤出来了 非常的香 这自己在家里用烤箱做的 肉末烤茄子就做好了 是一道非常好吃的下饭菜 喜欢吃茄子的可以尝试着做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关注吧 我是云燕 下期见